大家好 我们在冬季养兰花有很多品种 这个时候它是没有开花的 因为它的花期在夏天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正确养护这一类的兰花 就比如说这个惠兰 因为惠兰是到五月份时候开花 但是这个时候开花的也有 但是品种不一样 那么我们如果说这个时候的兰花不开花的话 也就是它一个生长的非常旺盾的一个季节 因为这个时候大多数地方的温度是非常适合兰花生长的 尤其是现在我们南方 因为现在南方的温度都在10度到20度期间 尤其是我们这里的地方 这个时候是非常适合兰花生长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给它放到阳光充足的地方来养护 但是大家一定要避免中午的光照 因为中午的阳光多多少少还是比较热的 那么除了光照我们还要施肥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尽量使用一些含氮量较高的肥料 因为这个生长期给它用一些氮肥 对它的生长是非常有利的 如果是花期我们可以使用一些零甲元素较高的一些肥料 促使它开花 我们一定要专行薄肥青丝的颜测 这样的话对兰花的生长才有利 那么由于冬季气候比较干燥 所以我们也要保持这个环境和湿润度 如果说湿润度打不到的话 我们可以经常在这个兰花的页面上喷洒一些水物 但是大家千万控制好不要过量 过量的话容易引起这个兰花 引起夜半病的一种问题出现